新光晶台新晶并购案停牌交易一天后 23号股价立马反应 台新晶上涨0.6点 收在19.4点 上涨3.19% 收平盘12.45元 至于新光晶开盘中挫5%之后更扩大到7% 但是承接买盘涉落 中场最后爆出126万张新天亮 收平盘12.45元 目前台新晶确定开出1比0.6022 折价换股 以21号台新晶收盘价18.8元估算 也就是说新光晶股东取得台新股票 价格大约落在11.32元 只是中信晶现在也大动作 想要拦叫抢亲 传出开价 每股14块起跳 吸引股东青睐 不过想要成功并购新光晶 也不一定就是价高者就能胜出 无东进的态度 因为他在董事会里面投下反对票 那至于说他会不会倒戈到 这个中信金这个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目前新心病来说的话 在45天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临时股东会之前 你要持有某一个部分的持股 因为根据金管会统计 截至今年6月底 全台15家金控资产总额 国泰金以13.3兆夺冠 第二名为富邦金11.78兆元 中信金则是以8.5兆元位居第三 新光金台新金则是分别排名第5 以及第13名 若新兴真的合并 金控规模恐突破8兆元 威胁中信金控老三地位 但中信如果抢亲成功 就能一举坐上最大金控宝座 就看最后是台信赢 或是中信抢亲成功 势必成为金融市场最热话题 欢迎新闻科广成装品达 台北参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